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京当局对军工系统持续进行清洗 近来又传出了国防机构多名要员神秘失踪 综合媒体报道 日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 跟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换人 这也间接证实失踪多月的航天科工董事长袁杰 跟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已经遭到撤换 但是却没有被宣布免职 至今已经失踪数月去向不明 4月12号航天科工举行管理人员大会 宣布53岁的陈熙明 担任航天科工董事长 党组书记 同一天 兵器装备举行领导班子扩大会议 宣布张玉京获认为集团董事 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 对此海外自由亚洲电台专栏 夜化中南海的专栏作家高新 15号的文章表示 袁杰跟陈国英各自的职位已经换人 而对两人不但没有说明去处 更没有说明他们两人到底是被免职 还是被撤职 为时相当的不正常 特别是袁杰 他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对他的党内最终处理 跟对前外长秦刚 前方张李尚福等人的最终处理一样 都要等到三中全会的召开才能见分晓 如今就和对秦刚李尚福等人的处理过程一样 对袁杰也是一样先免去其行政职务 高新的文章表示 已经被撤销中共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四个人 加上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中全会上 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袁杰跟袁国英六人 全部都是火箭军窝案的同案犯 另外一批同案犯则已经在去年已被罢免 或者是被辞去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行事 对外证实 火箭军窝案牵连胜广 最为外界所知的中国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 跟当年分管卫星发射基地的装备部长出身的李尚福 都已经纷纷出事 另外还有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前 被取消二十大代表资格的军方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 兼航天系统部司令上红 文章说整个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员肯定远不止这些 特别是航天科工跟航天科技下属部门的司局 及以下的贪官 以及火箭军 总装备部内少将 以及少将以下的中级将军 当中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失踪了多少 外界相当的难以知晓 军工系统被清洗的最新迹象则是 此前中组部下发通知 任命中共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何勇 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纪检检查组组长 党组成员 而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文忠 则是遭到了调查 中国电科是中央直属国有重点企业 由46家电子科研院所 以及26家国有企业合并而成 拥有员工20万名 是全球最大的国防集团之一 根据中国电科官网介绍 它是中共军工电子主力军 网信事业的国家队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电子装备、网信体系、产业基础 网络安全等领域占据的技术主导地位 中国电科跟武装部队的密切合作 生产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 包括了预警雷达 此外中国电科还设计无人机群 以及导航跟电子站的系统 中国电科有数十家子公司 其中还包括了海康卫视 英国金融时报4月9号撰文表示 中国唯一一家卫军队所有部门 包括太空作战部门提供服务的 国内军工集团 中国电科的高管正在被反复地调查 报导说 这一次对中国电科副总和文中的调查 是在去年军队改组之后进行的 当时中国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 原政委徐中坡等领导层被一锅端 紧接着李尚福从大众事业消失 并于同年10月24号 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遭到免职 和文中被调查是否跟火箭军的被清洗 或者是李尚福有关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时政评论员李燕明认为 去年火箭军窝案引爆之后 军工系统的高管也接连落马 最新军工国际纪检组掌唤人 多有中纪维根省纪纪检高官空降 说明对军工系统清洗仍然还在发酵当中 高新的文章认为 无论是中共火箭军还是总装备部 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航天科工 其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陆续失踪的高级将领们 跟副部级老总们 如今的下落都已经明了 这或许也说明了 对整个火箭军窝案的调查 已经进入到尾声 接下来就是要等三中全会 来正式地宣布对他们当中 构级别者进行的党内处理结果 确认强化合作抗中基调的 美日飞峰会日前刚刚落幕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亲康达 就宣布4月14号到16号访问中国 之后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 15号晚间公布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周旭 15号会见康达一行人时 批评美方拼凑美日飞小圈子 并且搅乱南海行事 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的对抗 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法广报导根据中方公布的信息显示 中国外交部美大司长扬涛 跟到访的美国国务院 亚太事务助亲康达举行会谈 与其同行的 还有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 主任博兰以及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 中方声明批评说 美方近期针对中国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 在中国周边采取一系列涉华错误言行 特别是拼凑美日飞小圈子 跟搅乱南海行事表明严正的立场 要求美方不得搞阵营对抗 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也阐明了在台湾经贸科技 人文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 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阻碍中国发展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制裁 停止打压中国经贸科技 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则表示 此次的访问是建立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层外交接触的基础之上 以管理分歧的领域跟合作的领域 同时也减少误判的风险 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跟全球议题 包括中东、中国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 海峡两岸的问题 南海跟朝鲜问题 美方的声明没有披露太多 有关这些会谈的细节 但是美国官员表示 虽然华盛顿跟北京的沟通渠道 在数月高度紧张之后 已经基本正常化 但是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给稳定关系的努力仍然带来了风险 众所周知 追播会谈发生在五月台湾总统就职大典之前 也就是美国上个礼拜 主办美国、日本跟菲律宾三边峰会之后 三边峰会聚焦于南海等地来对抗中国 而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有主权的纠纷 最近发生了数次的紧张对峙 2022年马克思总统上台之后 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 从那之后 中非关系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中国船只会对菲律宾船只进行撞击 并用激光来瞄准菲律宾的船只 上个月一艘中国海警船 甚至用水炮击伤的三名菲律宾士兵 美日飞三国峰会 同意加强海军跟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习 并且承诺进行新的基础设施 投资跟技术合作 这次峰会的基础 是拜登跟日韩领导人去年8月 在戴维营达成的开创性防务协议 以及去年公布的与澳洲跟英国合作开发 部署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 美国官员表示 这一次的会晤旨在建立统一战线 反对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 在东海对日本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 拜登表示 美国跟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坚定如钢铁 美日非三国峰会之后 中国将菲律宾描绘为美国跟日本的又一个棋子 并且试图将自己描绘成美国好斗情绪的受害者 中国批评美国在拼凑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但是实际上 中国不仅跟俄罗斯、朝鲜、伊朗等麻烦制造者结成小圈子 也针对印尼、沙特阿拉伯跟南非等不结盟国家发起了外交公式 在海上霸权争夺当中 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太平洋小岛国 也受益于中国的魅力公式 纽约时报举例说 9号习近平会见了到访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娜 该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群岛国家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晤之前 西米娜受到了仪仗对跟红毯的礼遇 习近平在会面当中承诺将提供更多的援助 就在几天之前 北京采取了极部寻常的举措 欢迎了印尼当选总统普拉伯沃的到来 并且安排他跟习近平的会面 这样的礼遇通常只针对就任之后的领导人 可能反映出了当局对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上台之后 没有更积极拉拢他的遗憾 然而在中国经济受到房地产危机 跟外国投资锐减的打击下 北京抗衡华盛顿的腾挪空间 仍然受制于陷入困境的经济 中国一直在增加出口 但是这已经引发了于一些国家的摩擦 他们对于中国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感到担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庄家寅对纽约时报表示 北京肯定会更加的谨慎 并且表现出接触的意愿 他们意识到让摩擦升级存在实际的风险 只是外界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妥协 显然美国正在领导一场 针对中共的全面遏制围困运动 形成一个庞大的包围圈 中共似乎也不甘示弱 正在加强其与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 然而中共的经济陷入困境 并且跟一些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 习近平不仅无能为力 反击也受到了限制 为了刺激经济 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消费品以旧换新 除了家电类消费品之外 日前各地政府更推出房子以旧换新 但是有分析指出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 家庭跟企业收入缩水的情况下 缺乏又因来买新家电 新车或者是更新设备等等 此外 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足 无力再来负担以旧换新所需的裁员 综合媒体报道 为了执行中共中央下达的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 中国商务部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 司长徐信峰 13号也公开地表示 这项政策涉及到千家万户 商务部正在加强宣传力度 一定要做到让老百姓家喻户晓 政府的操作过程简单明了 但是现实状况却不如当局所预想 法广以换手机为例 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消费品 已旧换新 但是民众的意愿低 另外回收也跟不上 导致回收率很低 中国每年新增多达4亿部废旧手机 但是回收率仅仅只为5% 报道引述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数据指出 中国目前一部手机的平均寿命在2.2年左右 平均每年产生超过4亿部的废旧手机 现有的废旧手机超过20亿部 手机废弃之后 大约有54.2%被消费者给闲置流程 报道指出 废旧手机越积越多 旧其原因有三大难题 首先是旧手机卖不上价 如今手机产品更新换贷款 废旧手机卖不了几个钱 这一点从2020年上市的一款华为手机 当年售价超过人民币6000元 如今回收价格仅仅只为2000元左右可以看出 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废旧手机的回收流程长 回收处理的成本也比较高 其次是套路太多 中国目前对于废旧手机的回收 尚未明确责任或者是制定回收率的目标 废旧手机存在回收套路多 行业政策标准体系不健全 综合回收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三则是后顾之右 智能手机存储大量的个人信息 即便是格式化处理或者是恢复出厂设定 也会让人担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恢复数据 造成个人隐私泄漏的问题 民众连手机都不想要以旧换新 政府更是异想天开的 想要积极推动房子以旧换新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郑州市房管局等六部门 一号联合印发了郑州市促进房产市场 卖旧买新以旧换新工作方案 今年郑州市政府计划完成 二手住宅卖旧买新 以旧换新一万套 占了2023年 郑州二手房交易总量将近十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郑州并非首座启动房屋 以旧换新政策的城市 3月10号 安徽省宣城市 城建集团跟宣城市国控集团 共同发布了房屋以旧换新的公告 居民可以用宣城市组成区 规定区域内的旧物 换成这两家集团开发的新屋 终止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 超过30个城市表态支持已旧换新 严城、苏州、沈阳等地区 发放已旧换新购房补贴 宁波、严城、济南等部分城市 跟建商以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联手 推出了换新购的服务 购房者可以在建商处认购 并且锁定房源 并由房地产经纪机构出售旧屋 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旧屋出售 则会按照流程来购买新屋 如果旧屋人未售出 则会退完新屋的认购金 然而已旧换新的实际情况 却始终不理想 就其原因 中国的经济不景气 家庭跟企业收入缩水的情况下 缺乏诱因来买新家电 新车或者是更新设备等等 此外 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 无力负担已旧换新所需要的裁员 即便中国官方初步估算 已旧换新将可以形成 一个年规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市场 但是民众仍然无力负担 这个市场恐怕也只能够看得到吃不到 中国财经部落客热点我坚持出 在中国当前经济不景气 居民收入水准较低 房贷压力大 低结婚率 低生育率的情况下 仅仅靠已旧换新的措施显然是不够的 还需要多通路地来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 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斌表示 他认识一些企业家 他们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因为中国企业日益走向国有化 连民营企业都想卖掉 怎么可能会想要更新设备呢 至于消费端跟房地产行业相关 只有买了新房子 才会买新的冰箱、洗衣机、空调这些耐用品 平常不可能随意去更新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诱因 官媒央视报导 在中央发出指定之后 中国14个部门联合发布 推动消费品已旧换新行动方案 部署组织在全国开展汽车 家电、家装储备等消费品已旧换新 但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薛宏表示 文件出来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财政支出 国家跟地方能够拿出的资金额度是没有明确的 特别是中央财政能够拿出多少钱来 台湾东豪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松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指出 中国如果以公权力的方式介入经济政策 比方说修改使用年限等规定 强制要求机械设备折旧 企业就算现况不佳 碍于法规也会被迫更新设备 所以相关的政策会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效果相当的有限 他说已旧换新政策看起来是带动了去库存 解决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真的吸收 因为经济下行还强迫更新设备 有一些民间的中小企业干脆直接关门 中国推动大规模的已旧换新政策 少不了中国中央跟地方政府的补助 陈松兴指出 去年中国债务包括家庭、企业跟政府 占了GDP比重攀升到287.8% 跟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 增加了一倍之上 如今中国希望抑制债务成长 如果要推动设备更新跟消费品更换 钱要从谁的口袋掏出 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没有钱 很多地方政府恐怕接近破产 要地方政府出钱 他们肯定不干 必须要由中央来补贴地方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 请您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